顿内斯克前线 最近几个月以来 乌克兰士兵逃亡一万九千人 怎么解决 这个还是由乌克兰的检察官 把抓到的人训诫一番 请你们为国为重 你一定要再到前线去效力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训练有数的士兵了 还有乌东现在没有办法征援 他现在最主要的第九十三旅 这个月士兵没有收到他的薪水 对于士气的打击非常的重大 波克罗夫斯克 也就是红军春 现在这里打的是如火如荼 那这里的前线战况 还是那么的激烈 在持续进行中 而最新的报道是 俄军推进很有效果 他们控制了乌东的面积 是越来越大了 而在这个节骨眼上 俄军的下一个重要战略突破 可以有哪一些观察重点 我们首先请干哥 带观众朋友来了解 好 战争打到现在933天 但是俄罗斯军队 现在有进展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那个地方叫做赫罗基夫卡 那是在哪里呢 那是在我们的红军村的东方 这个镇 俄军已经进入包围状态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连日来他歼灭了乌克兰军队 大概已经有七八千人 在这个地方乌东的乌克兰前线部队 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再增援它 所以占领了这个地方的话 剑指红军村 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 那可能只剩下五公里了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 入秋之前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就要展开了 一旦拿下红军村的话 那乌克兰 冬季的前线军队补给 就会整个被截断 而且我要深入分析就是说 这个赫罗基夫卡的南边 有一条公路 叫做谢利多沃公路 已经被俄军切断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 把补给送进赫罗基夫卡了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俄军现在正在包围圈 缩小之中 他派出了第51空降团机械化部队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空降兵 而且他有轻型的装甲车 也跟着上去了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俄军跟乌军的 东方盾内斯克前线 总共最近几个月以来 乌克兰士兵逃亡一万九千人 快两万人 快两万人了 你知道怎么解决 把人抓回来之后 加以训诫 重新再让他们到前线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训练有数的士兵 也就是说这个还是由乌克兰的检察官 把这些人抓到的人 训诫一番送回去 请你们为国为重 你一定要再到前线去效力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训练有数的士兵了 还有你说这样就算了吗 乌冬现在没有办法征援 然后他们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现在最主要的第九十三旅 乌克兰陆军第九十三旅 在乌冬前线 这个旅算是大的旅 对不对 他有六千到八千人 你知道他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吗 他这个月的心想没有拿到 也就是说士兵没有收到他的薪水 对于士气的打击非常的重大 而且前几天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一天晚上发射了64个无人机 跟五枚飞弹 你就整个晚上都听到 我们的阵地都被人家轰击 虽然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有限的 但是每天的那个心理压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又拿不到心想 所以现在乌冬的前线 等到赫罗基夫卡 他一旦沦陷的话 那红军村就是下一个目标 而且近在咫尺 一旦拿下之后 冬季的作战就整个要改观了 因为马上下大雨 大家知道补给线就切断了 所以乌克兰现在非常的伤脑筋 是 好 乌克兰又要进入到冬季了 非常的严寒 那现在的前线状况真的是水深火热 而近期的这个国防交流的重点舞台呢 就是正在举行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 这次有超过九十国参与 而乌克兰这边的代表也透露 总统泽伦斯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有可能在十月来会面 想问一下杨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可能的习责会 如果成真的话 中国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 十月份 美国总统大选是十一月五号 对 就在美国大选之前 对 怎么可能呢 杨老师基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去见习近平是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在哪一些国际性的会议 对 他如果不是双边的话 他如果是双边 他就说在总统大选之前 跑去见杨伦斯基 那就是等于是放弃背弃美国 他一定会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 那如果是国际的会议的话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 我觉得齐利明这次也不会去联合国大会 因为美国要准备总统大选 而且现在是9月10号到30号 那金砖会议当然不可能会邀请杨伦斯基 因为是俄罗斯主办的这一次 然后呢就会到APAC跟集团里 那个是11月到就是中统大选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乌克兰 对 他的放话 在放话 延误的 他要拖时间 他现在在战场上非常不利 在库斯克已经俄罗斯在发动攻击 基本上他那两三万乌克兰的军队 其实有一点像是欧中作别一样 那他现在离开也不是 那同时呢在乌东刚才干戈讲的 很清楚啊 那红军村有没有可能在11月5号之前 这个剩下不到50天的这个时间 将近50天的时间 就这个失线 失线之后他也会对俄乌战争的战场上 同时对美国战那个中统大选产生影响 那我觉得他在拖时间 为什么呢 他希望说也引起就是 俄罗斯这边也许注意到 原来乌战争之机 是不是真的要跟这个习近平去见面了 所以呢他也许在军队上 在行动上可能会缓一下 这个想的真的是太天真了 那我觉得俄罗斯不会顾到这个东西 而且他马上会判断 这个也是在拖时间 为什么拖时间 他就拖到美国中统大选 因为川普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一旦当选之后呢 他在就任之前 作为一个总统当选人 他就会要结束俄乌战争 他被那个ABC的记者问了两次 你知不支持 美国继续协助乌克兰打胜战争 把侵略者赶走 川普怎么回答 这个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 这个战争已经死这么多人 这个战争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欧洲花了比我们少 我会在第一时间让他结束掉 把他们都找来 我跟你讲其实他讲的是很常识 common sense 就美国人完全听得懂 而且也赞成 只不过是这个战争的议题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其实不是关键因素 所以呢 我觉得乌克兰现在就在拖时间 等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 因为有可能是贺锦丽当选 真的 你现在要我预测今天谁会当选 我觉得两个人真的都有可能 所以贺锦丽如果当选的话 那拜登就会加大援助 川普如果当选 拜登马上就不能做任何动作 因为新的总统出来了 他就会停止援助 然后呢 川普呢就会开始运作 要去谈判 所以呢 他就故意放这个话说 在这个相参会议 我们老板要跟你们老板见面 国际上大家都在猜 是不是这个中国真的有要扮演 这个怎么样不同的角色 这我觉得他们都很清楚 好 永明哥觉得这个习州会 应该是烟雾弹的几率比较高 不过希腊这边有媒体报导 认为泽伦斯基呢 他其实已经在准备要逃亡海外了 美国五角大厦的这个前顾问 麦格雷格 他在受访时呢 也爆料说 泽伦斯基已经打理好了 一旦局势恶化到失去控制呢 俄罗斯军队逼近时 他能够逃离乌克兰 所需要的一切环节跟资源 那还说泽伦斯基在 包括了塞浦勒斯啦 瑞士啦 等国都有这个 放在银行账户里面的应急钱 然后他在美国跟意大利啊 是有房地产的 那这个泽伦斯基的逃跑说 其实已经有点老生常谈 也传很久了 不过现在又被 提出来讲 再加上川普的副手范斯 他透露这个终止 俄乌战的计划 那大厦委员怎么看 现在川普跟 共和党这边的量排 对 泽伦斯基会不会逃跑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逃跑 这点可能值得 我们要更深入去了解 因为现在显然看起来 俄罗斯没有打算 占领整个乌克兰嘛 所以你说要什么 濒临城下 濒临到这个基辅了 然后包围起来了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 俄罗斯并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所以如果真的 泽伦斯基要逃跑 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乌克兰战败 或者是泽伦斯基重新 面对了民意而失去了权力 所以他就必须要离开 因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其实泽伦斯基的政权 就一直很不稳定 那么甚至当时爆出了 很多贪腐的丑闻 所以俄乌战争 其实就是救了 泽伦斯基一条命 就像这个以哈战争一样 救了这个纳坦雅胡一样 这两个家伙原本早就该下台了 早八百年就该下台了 就是因为这两场战争 死了这么多人 保住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所以我觉得 泽伦斯基要逃跑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因为民意 而必须要离开 他现在的位置 那么还要另外一点 就是他的背后的 美国老大哥 不愿意挺他了 因为如果美国老大哥要挺他 他也不用逃跑 他就跑到美国去 这个开心的过他的日子 做个流亡政府 或者是扮演其他的角色 那么因此 现在放出这个讯息 当然也代表说 西方媒体 对于俄乌战争的发展 大概也并不是觉得很乐观 那么大概也觉得 乌克兰要胜利 也不是一件 这个可能的事情 那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川普的副手 泛斯所提出来的这个计划 他说要把俄国现在占领的地方 变成非军事地区 这个话其实讲得很笼统 所谓的非军事地区 到底是什么样的非军事地区 就是说虽然没有军事 双方都没有军事单位在那里 可是还是有一个所有权的问题 那到底是所有权是谁呢 是属于俄罗斯的 属于乌克兰的 还是属于俄罗斯所扶植的 这个乌东地区的政府的 这个中间差别很大 你除非说中间还成立一个中立政府 那么否则的话 你说这个非军事区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你说这样的一个方案提出来 俄罗斯跟乌克兰就会买单吗 我认为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那如果今天他偏向于俄罗斯一点 他说好非军事地区 但是我就承认你现在的这个 这个经过公投之后的政府 那么当然俄罗斯会买单 可是乌克兰要吞下来 应该不太容易 那么除非今天美国政府 要用更强大的压力去压着车轮司机 逼他吞下来 那么但是如果今天你说 好我现在叫俄罗斯吐出这块肉来 打了这么久 牺牲了这么多条人民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最后成立一个非军事地区中立这个政府 也不属于乌克兰 也不属于俄罗斯 那俄罗斯大概也不会接受 所以其实川普当然可能有很多版本跟想法说 他可以终止这个战争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骨子里头 他们真正能够这么有把握终止这场战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场战争从头到尾都是美国在背后导演的 所以只要导演抽手了 这部片就拍不下去了 所以前面讲的这些都是场面化 最终美国政府要不要终止这场战争 这关键就是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乌克兰的军队持续进攻在俄罗斯这边境内的库斯克州 透过这张图卡你可以发现 库斯克州在这个地方 莫斯科就在北方不远处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进攻会不会威胁到俄罗斯 现在国际也在看普丁怎么做 那俄罗斯外交部在8月16号 他们也指控说乌军使用了美国海马斯火箭 炸毁塞姆河上一条俄军用来运送士兵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的大桥 而且还宣称捡到了北约的武器 包括美国跟瑞典制造的枪械 那这是不是意思说北约你现在也掺了一脚呢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大使我请教 之前本来北约说不参战 你乌克兰跟俄罗斯你就是打 但是我们支持你 可是我们不参与 可是如果这个默契被打破 您觉得后续可能会引发的局势会是如何 我觉得这就是美国资源 美国跟北约资源乌克兰打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 可以说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就是放空放松了对乌克兰这个军队的限制 让乌克兰军队直接打到俄罗斯本土 其实俄乌的这个边境非常的强 非常的长 那事实上要进入到俄罗斯本土的话 并不是难事 他在这打故事客一下就一次就横扫 然后进去就大概推进30公里 对是很快 而且没有得到什么大部分的抵抗 而且居民现在已经俄罗斯主动撤了大概 我看上次数大概17万平民 那现在占据的整个领土 大概有一百一千多 一千多平方公里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事实上在 在这个整个乌军的突进的力量 好像现在停下来了 那在进入这个这个省的 这个州的这个首府的 现在大概还有差不多 较近一百公里 那可是俄罗斯现在已经在后面 修了一条很长的一个豪沟 那是防坦克的站好 四十公里长 那还是前两天的数据 现在可能拉得更长 那也就是说 前面让乌军进得很快 那么现在就是开始在挡 那这个我们就从 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搞空城记啊 就是说 就请军入瓮 请军入瓮 这也这个很难说 战场上都是虚虚实实的 可是有一点就乌克兰也发现说 这个他们进去是没有 没有跟俄军有重大的这个 这个好 这个正面的这种交锋 交交火是很零星的 进去很顺利 那可是现在就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大概乌军进去大概一万多人 对那一万多人都是精锐部队 然后用的都是怎么讲 用的都是西方给他最先进的武器 有这个好英国的坦克 那么美军的武器也在里面 那俄罗斯方面就是说 他说他们已经抓到一些俘虏 证实这里面有大批的北约的军人在里面 有波兰人 有英国人 那在俄罗斯内部就这个 整个媒体就不断的宣扰 说这个是有有这些这些好北约的人 这是北约的证据 北约在参与的 然后呢现在俄罗斯 是群情激愤 群情激愤 他们有学者甚至公然讲 他说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战略性核武 您觉得普丁会怎么做 我觉得普丁的话 基本上如果说他能够撑得住的话 基本上他也不会做太大的一个 这个因为这个对你说 真的对今天这个战局的扭转 会有产生决定的因素 我看了很多像德国的这个明镜杂志 他最近一期就明白讲说 这个乌克兰短期他是获得的进展 可是长期对他来讲他必败 根本不看好 很多这个西方战略员就不看好 那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普丁是用这个部分来煽动他 用他来激起俄罗斯整个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他的这个专家就出来讲说 应该用战略性核武 而且打哪里呢 应该打利沃夫 而且现在打进俄罗斯境内的 你说这支精锐部队 最近看到很多军事分析在讲 是现在他们要面临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在于你后方的补给够不够 你前面进去了 然后你后面的补给如果不够的话 你能打多久呢 好那现在在这个发动对库斯克的起习 我们讲说起习这个进攻之后呢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了 呼吁各方应该遵守三个原则 就是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以及各方不拱火 乌克兰东亚专家呢 也分析了北京的立场 认为中方目前仍然判断是 普丁可以牢牢地掌握政权 也不相信乌军有能力能够改变战局 但是北京还是高度关注乌军打入俄罗斯的境内 打到了本土境内 所以也当然不希望发生意料之外 黑天鹅的事件 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还有包括重要的中俄关系 市长 所以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您觉得中方有可能会进一步 就真的进一步出手呢 刚才主持人提到黑天鹅 我觉得会不会有黑天鹅的一个关键是 目前的这个乌克兰战争 它到底是升温 剧烈的升温呢 还是持续的在逐渐的一个降温 我觉得刚才介大使对于那个乌军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活动描述的一个非常精准 那台湾媒体都比较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个叙述 我们如果看台湾媒体甚至看西方的主流媒体都会以为说突然之间乌军好像大胜了 不是啦 在此同时呢 俄罗斯也逼近Dansk的几个战略城市 还没有站立但是逼近 你整个战局算起来 基本上还是俄罗斯赢多疏少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乌军目前这样的一个动作在政治上怎么解读呢 其实那个泽伦斯基 他旁边最重要的一个幕僚 也就是那个乌克兰的协商代表Portoliak 他自己在英国的那个The Telegraph报纸上面 他讲得非常很清楚 他们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的一个目的 是要让俄国常受显著的战略挫败 这个战略挫败不只是军事的 是军事外交跟经济的 那为什么要让俄罗斯觉得痛得一下 以换取公平的谈判过程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 他是首席制 他就是Portoliak他的背景 他学医的 然后后来他长期的在媒体服务 然后进入政界之后 他一直是泽伦斯基 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盟友 他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讲的话 可以定义目前俄罗斯的一个 外交的政策的一个方向 就是最终就是要回到一个谈判桌 目前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在军事上稍微扳回一层 然后最重要让俄罗斯 回到谈判桌上 乌克兰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重的筹码 他的话还要从这三个月 比如说泽伦斯基跟中国大陆的互动 包括他们跟习近平的互动 一整个看得起来 就是说谈判桌是乌克兰要的 只是目前怎样的一个条件 他们也还要看国内政治的影响 看国际局势 看拜登的一个态度等等 所以中国的出手 中国一直在出手 那我觉得中国目前 最近讲的这三个重点 是中国大陆外交部 一贯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要谈 那你乌克兰你必须要所准备 你要割舍出什么 对 所以我不认为会有怎样的一个黑天 归根究底 其实乌克兰的动作 就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 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最近他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专访 他说我们不希望俄乌的局势升温 也不希望与整个北大希望公约组织爆发战争 我们并不希望如此 卢卡申科强调说 俄乌双方应该透过谈判来结束冲突 避免战火蔓延到白俄 那根据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网站 他们所发布的专访摘录内容 卢卡申科特别强调说 西方国家鼓励乌克兰作战 是因为西方希望俄乌两国互相摧毁彼此 这个时候那是为什么会安排 这样的一个卢卡申科的访问 他是希望透露什么样的信号呢 那就是我想就跟他讲的一样很清楚 就是说白俄罗斯也好俄罗斯也好 都不希望见到这场俄乌战争 都不是有意故意挑起这场战争的一方 都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 就是说赶快进行结束和谈 那真正他的意思就跟他最后一句讲的 今天希望乌克兰继续打这场战争 鼓励乌克兰这场就是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才是这个俄乌战争真正的受益者 那么白俄罗斯现在还没有被拖进去 白俄罗斯 俄罗斯跟乌克兰 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真正的获益者就是西方国家 然后西方国家 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隔山关虎斗 不是隔山关虎斗 所以才会不断的拱火交游 对不对 你俄乌战争打的第一年 事实上就准备要谈判 那为什么谈判不了 因为美国不准 美国不能不让他停 对 你如果这样战争要停 其实蛮容易的 就是说你把这个 你不要给武器 对不对 你不要不断地地地火地枪 那自然大家就愿意 愿意往这场战争的这个核的方向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好 抬教做教的人 已经下不了教了 因为抬教的人不让他下教 就我们中国话讲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渔邦象征 渔翁得理 渔翁就是西方 对不对 这个渔翁比一般的渔翁还要主动 不是 渔翁是在那边坐收渔利 这个是挑起纠纷 而且还主动的 是主动的 对 OK 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在俄乌战场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乌克兰8月6号 他们从东北部的苏梅发动攻势 他直接打进了俄罗斯的境内 这个叫库斯克州 那不断地扩大战场 而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官方表示说 在边境这边已经撤离了超过有10万人 乌军则宣称 他们已经在库斯克地区35公里这附近 控制了1150平方公里的领土有82个聚落 一打就好像如无人之境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位置 库斯克其实它是一个库斯克州 它是一个州 其中我们现在讲的库斯克其实它是其中一个 它是一个城市的据点 基辅在这边 那各位看到 再往北上的话 就到了莫斯科了 俄罗斯的首都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当然也不敢掉以轻心 不过在纽约时报最近则是分析说 乌军突然发动这种棋袭 说打库斯克其实是一场豪赌 因为如果乌军能够把在库斯克得到的这些土地给守住 就能够牵制俄军 不但能够让俄罗斯的总统普丁颜面无光 然后更能够赢得一些多一点这个停火谈判的筹码 蔡老师觉得也是豪赌吗 可以是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一下 因为乌军去年在乌冬的时候 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把它收回来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俄罗斯已经在那边布满了所谓的地雷 战豪 荣雅 所以他一直算是一个失败 那既然失败的话 这一次就改变了一个战略 那我就想让我们的古人造之的一个写法 那造这写法的话 我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左边右边都必须要一个歌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古人造之真的很厉害 歌就是要一个武器 甲就是所谓的你那个盔甲 上面要有两个口 你有武器有盔甲才要讲话于地 然后之前的乌军就是没有歌 根本普丁也不能有他 那现在已经打进去之后的话 我有武器了 因为普丁那人看起来就是 你必须要在战场上把他打败 不然他不会让你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应该有拿到豪赌 或是所谓的那个筹码 可以去跟普丁谈判 而且刚刚主席有讲到 离俄罗斯的应该说 莫斯科很近了 他会渐渐渐渐渐渐 慢慢的进去的话 那时候如果说普丁 确实有感受到威胁 而且普丁有一个点 那个这个点就是所谓的 过去可以稍微 应该说弥盖一下 但现在没有办法弥盖的 我最近看到一些分析 就是说 但有些认为是 这一场骑袭 可能是一个阳攻 因为他必须要去分散 目前在乌东 这个 对那斯科这边的一些战力 让俄罗斯调派军队过去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想想 俄罗斯现在让乌军 这一支精锐部队 深入到俄罗斯的本土境内 会不会也是一种仰手 就是他让这个乌军呢 觉得说一路打下去好顺 结果越打越里面 然后最后再中断了 他们整个补给 全部把他减灭 你觉得呢 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讲 叫做空城记嘛 我打开门让你进来 可是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新年约他去拍的时候 他们发现很惊慨的地点 奇怪这些战车啦 这些车为什么都是西方的车子 直接进去 那这个车子的话 就是所谓的过去在打乌冬的时候 这些车子好像都拿不到什么效果 包括美国的什么战车 一区就被打下来 但是这一次看到了一个效果了 OK 您提到武器 因为我们先讲说 这个库斯科这次的起席 其实乌克兰的国会议员 他有一位就是说 这次的行动呢 比一百次的和平峰会 都让乌克兰更接近和平 不过就是乌克兰这边的说法嘛 那当然这个 讲到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15号 他就跟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乌梅洛夫通话讨论 有关于这次乌军 来袭袭这个库斯科的最新进展 而国防部这边呢 也有官员转述说 随着战争的变化 提供的武器 现在越来越先进 包含什么呢 F-16 德国鲍士 还有美国的这个 埃布兰主力战车等等 但是这些军援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先进武器 有没有可能送到库斯科 去协助 让他们继续打 还有就是库斯科 现在这个战事 看起来是有突破的 可是乌克兰斯觉得 这对整个战局来说 有决定性影响吗 第一美国可能是不希望 美国送到乌克兰的武器 是在库斯科这边使用 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 拜登一直不希望 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来打到境内 虽然这个正是有一些送绑 尤其在飞弹方面 但是美国一直以来 有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怕会导致 北约跟俄罗斯 要打仗 所以这些美国送到乌克兰的武器 会不会在库斯科使用 我觉得目前团体之内应该不会吧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虽然最近几天在库斯科 就有打进境内 有这个对乌克兰说是好新闻 但是在东南的最近几天的新闻 其实是对乌克兰非常非常不利 乌克兰已经在继续失去一些国土了 给俄罗斯了 所以北边有好消息 但是南边有坏消息 所以美国送到的武器可能是要 必须要在东南部使用 所以你也同意说纽约时报的分析 认为说 泽伦斯基做这个决定是一场豪赌吗 当然是一个豪赌了 但是他也要担心 万一川普回来执政 今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协访 乌克兰那个大预算 如果川普回来执政的话 全停了 全停 一定会全停了 对 那看看乌克兰怎么办 全停的话就弹尽两绝 如果暂停的话 乌克兰不得不要跟俄罗斯谈和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为 接下来有可能的和谈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是起码要争取筹码最大化 所以 所以 Zalitsky他不得不说 美国拜托加速 送这些乌克兰来 因为我正在北部南部 我都在打 麻烦你赶快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回到美国是如何决定的 现在乌军在库斯克当地 已经建立了一个司令部 然后呢 也看到 刚才Ross有讲到说 美国未来的新主人会是谁 不管是川普 还是说贺锦丽 那贺锦丽最近 我们刚刚提到 他的民调是上升的 川普急的 所以呢 泽伦斯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也希望能够争取 透过这个扩大战线 然后呢 争取美方 还有包括西方国家的支持 当然这次库斯克 也提醒了 是不是欧洲 因为 大家会觉得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选择库斯克这个方向去进攻 OK 华尔街日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 他们报导 他们说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 最近因为对照 我们来看的话 库斯克其实是一个 天然气攻器的重要据点 所以也有人在 讨论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次乌军攻击 库斯克 是不是在提醒欧洲 请你们继续的支持 乌克兰 不然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 断气的危机 因为北溪 晚线 最近不是吵得 沸沸扬扬的 说 中央情报局 曾经要求 泽伦斯基取消 袭击北溪 天然气管道的行动 但是呢 因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不服从命令 就进行了 炸北溪管线 所以也就是说 乌克兰有可能会自己 在某种情况之下 他会想办法 去做一些事情 你怎么看 其实西游国家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很担心 这个议题 但是在最近两年 已经过 经过两次的冬天 台湾已经有很多 替代的方案 所以他们真的不会担心 这个俄罗斯来的 这个能源 以前很担心 现在不担心 因为已经有 很好的替代方案 比如说从美国 或中东 对 所以 斯文斯基打这一牌 应该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能源这一部分的 顾虑是不需要担心的 不需要 大使怎么看呢 就是 我断了支援 我乌克兰断了支援 你们欧洲要小心 要断气了 对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这场战争 对从 泽伦斯基来看的话 他有很高的危机意识 因为美国的 这个政局变化 可能就在 未来的八十天 九十天 对 那不管是 如何 有一个很大可能 就是川普要回来 那这个川普如果回来的话 那俄乌战场 整个会有根本上的变化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 都是现在乌克兰 他们必须要面临的 必须要考 考 必须要 必须要这个 列入考量 那这次我觉得 他直接挥金到 这个俄罗斯境内 我觉得应该是跟川普政府 有非常高度的密 这个默契做的 不是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 高度的默契做 因为对拜登来讲的话 如果说在俄乌战场上 有进展的话 基本上起码会让川普 在这个 目前美国都 被深入 涉入两场战争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川普的嘴 可以堵住 让川普不会用这个俄乌战争 来整个否定 这个拜登政府 整个这个外交 国防安全政策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发展 那就是说 乌克兰现在还是有 这个反击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这个前线 已经比较固定 也就是说 乌军是不是还要再深入 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继续要深入 因为现在的双方的前线的接触点 的后方 有个距离最大的城镇 大概还有差不多一百多公里 可是 俄军已经挖了一道 差不多四十公里的一道防 这个战车好 那要突破这个防线就很难了 那所以今天乌军进去的这个区域一百多 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实对于整个战局 从欧洲的很多的这些 相关的报道来讲 都认为不会影响 俄乌的战局 而且相反的 正好乌军进入到俄军 可是俄军在东线的战线里面 事实上颇有进展 对 也就是说你把兵力拉到 拉到另外一个战线以后 你既有的战线 反而会有空虚的问题 也就是持续的问题 剩下八十多天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关键 就是俄乌战场 那尤其在库斯科这边的战事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 这个战果能不能够持续到 十一月五号投票日这一天 可能就是一个问号